看着看看 我先走了 弄车吧 不是吧 为什么下不了熄灭 我逼着光 却抗尖 这个流行动作 就是 那就这个吧 真气老哥这是 真的觉得很可爱 就是因为自己的性格 可能也跟很多观众朋友很像 就很多大家性格 就是怎么说比较内向一点点 虽然我现在是这样 但很多时候 可能生气或不开心的时候 就不太 就更多的 可能跟自己生气这样的状态 但希望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更好地学会去 表达自己的情绪吧 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1月13日周深同天 参加两大活动 一 参加百花迎春春晚录制 与众多文艺工作者一起 共庆龙年春晚 据悉周深将现唱歌曲繁华依旧 这次节目的特殊设计 是先由林永健老师一段朗诵 然后作为影言去引入的这首歌曲 然后包括林永健老师 也是在志愿君这部电影里面 扮演的是聂元帅的角色 所以就感觉自己在有一种 跟时空在 在怎么说 在对讲的一种感觉吧 就感觉是 希望我们现在所有的繁华 我们之前的所有的烈士们 我们英雄们也都可以看到现在繁华依旧在开放 希望他们看到所有美好的 美好的今天 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就是 在我自己很多时候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能量的时候 音乐的出现可以拉我一把 我又非常幸运的能够成为歌手 音乐成为我的职业 我觉得自己可以把从音乐里面感受到的力量 去用自己的职业把它传递出去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每次看到一条留言啊 或者是一封信 然后有收到歌迷朋友听到我的歌 感觉每天都会更开心一点 或者是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稍微让不开心过去的更快一点 我都觉得都可以找到自己很大的 二 参加二年二三微博之夜 昨晚晚会现场 周深不仅收获一座非常有重量的奖项 天籁之音收获美好 纵然生活波澜起伏 在他的歌声里 未来明媚可期 微博年度受欢迎歌手周深 有请周深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你们好吗 非常非常感谢微博 然后微博之夜给我这样的荣誉 我觉得受欢迎是非常美好 和非常幸运的三个字 我也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可以成为歌手 用歌声去陪伴大家 然后也非常幸运 可以在微博上陪伴大家 也非常感谢每一位给我舞台 给我机会唱歌的老师们 也希望自己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自己的声音 可以一直陪伴大家 只要你需要我就在这里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 祝贺周深 谢谢 我们再次祝贺四位 期待着新的一年 你们能够继续为大家 带来更好更精彩的音乐舞台 祝贺你们 谢谢 谢谢 请四位回席管理 期待更多优秀作品 畅想世界 恭喜周深 荣获2023微博之夜 年度受欢迎歌手 还与钢琴大师 朗朗现场合作了 群星璀璨的天空 茉莉花 并与偶像胡歌多次同框 昨晚的微博之夜 周深白色西装上点缀着星光 与朗朗带来合作舞台 群星璀璨的天空 茉莉花 歌琴合一的美妙视听盛宴 一个是继高超的钢琴家 一个是唱功深厚的实力型歌手 两人一弹一唱 在微博之夜舞台上默契十足 这样的组合真是太亮眼了 茉莉花是中国航天员 用鼓针在太空奏向的歌曲 繁星璀璨的天空 多次作为航天主题歌曲演绎 所以周深这个舞台 可以说是航天族曲致敬中国航天 中间有一段茉莉花的吟唱 没想到是以这种形式 穿插其中真的有心了 而且这次不是串烧 而是真的把两首歌编织在一起 又大气又温柔 像是在歌声里默默仰望星空 或是宇宙本身 看着飞船在太空航行的 那种寂寞注视真的太绝了 我温柔的吟唱 我温柔的吟唱 那份理想依然成熟在苍穷 你今百年重真是苍穷 基地里都藏得轻松 背后已存在不错 别像浪脑 年少冷草岸永远温柔 麻烦信仰始终生永在情中 我会解不解成后美苏 来人云里东方的场合 曾经已重重牺牲 舞台一出 新华社官微就带话题 周深朗朗合作舞台太感人了 发文 周深和朗朗再度合作 带来繁星璀璨的天空和茉莉花 清澈空凛令人陶醉 同时 新华网官微带话题 周深朗朗合作舞台默契十足发文 周深和朗朗合作舞台 繁星璀璨的天空茉莉花 两人一弹一唱 舞台上默契十足 新华网同时在小破站和某音 更新了周深现场视频 且微博 小破站某音都直转发了周深的舞台 央视六公主旗下众多官微 如电影频道 容媒体中心 中国电影报道 1905影视频 1905电影网等官微均带话题 朗朗周深梦幻联动 致敬中国航天发文 朗朗周深合作演绎出中华儿女 对航天之路的追求 致敬中国航空航天人 更致敬永不停歇的追梦之旅 1905电影网连发两条微博 直言不愧为宝藏歌手 央视网文娱官微也转发 并称赞了这个舞台 如此多的大佬中的大佬称赞 周深值得 真的 就是又聪明 你尝一下 然后又前奋 就他很爱去转眼 包括声音 他爱去转眼声音 音色啊或者什么的 因为我比身上大嘛 你唱歌把我们应该是一年了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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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他在 可能这个阶段领悟的东西 那可能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不一定有领悟那么多 确实是啊 因为很忙 可是呢 在这个队舞台 我觉得没有 没有说 放松 那其实还是很 声歌也是啊 就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啊 然后谢谢 所以我们就是互花了 人家又努力 然后又聪明 反应又快 但是说做什么都可以啊 对不对